吴尼拉,我们游米桑,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3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我是主播高双双 先为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到大吉安地区都市计划以及排水系统经费争取 和中正路节湾取值的地方建设 那么先议员黄鑫则是向县长徐振卫进行双向的沟通 希望县府能够提早做好提报计划来向中央争取 让大吉安地区的未来是有发展的好地方 苏阿改通车之后,地方经济也随着发展起来了 先议员黄鑫在3号县任总值群当中 向县长徐振卫进行双向沟通 包括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 大吉安地区的排水构系统规划 以及中正路底的捷温取值路段 希望华林政府团队能够立即做好规划的市政蓝图 因为都市计划是非常非常的冗长 时间要很长,地方要发展 真的是缓不济集 然后大花联都市计划将来主计划上来 主要的计划上来之后 旁边的副计划的部分就会比较快来做推动 我非常赞同 这不是地形的一个合并 乡镇的合并 是我们都市计划的一个合并 应该是这样能够来连结才没有落差 结果是满心期待的 而且它重点它跟现在的国土规划的部分 会来一起融合 因为国土规划的部分 还有将来发展区的部分 会带动我们地方的观光产业 像我们的观光产业 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发展 当然国土规划的部分 以土地的分类的用的强度的部分 也有很严格的一个规范 但是大花联都市计划 结合国土计划来推动的话 我实际是将来带动我们花联进步 向前走的一个方向 是很好也对的 对于我们地方的一个排水 黄新长期以来一直很关心 讨好的工作 但是在地方的老百姓生命财产的问题 应该要严谨的看待 因为轻重缓急嫌当 它是主要的一个项目 那吉安的联合排水的部分 经过这么多年 各个单位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努力 联合排水已经完成 全部的完成 而且我们海岸县的部分 我们海岸路 吉安海岸路从此不再淹水 二三十年来 真的是老百姓很痛苦的 那因为联合排水建制完成 以及海岸路的排水沟的部分 又加大加宽 的整治完成之后 以及分流在南海世界的部分 在分流的部分 已经让整个东边淹水的部分 已经迎刃而解 但是对于我们三支排水 跟中沿排水的部分 显然中沿排水可能会走得比较快一点 它已经经过中央的一个核准公告 它为县管核川的部分 将来的治理跟西部规划的部分 土地才有办法来分割 要正说多少 那最重要的是 它的中沿的排水口 最末端是置入到吉安西 那整个吉安西的一个核川的整治 县政府现在如主如火在推 现在有很多预算经费 可以去争取 包括八年八百亿的治水 一烟水治理计划 再来过来中河治水计划的六百亿 到现在的前瞻计划等等 因为你没有做计划 你没有办法去争取预算 你不想要做多大多宽 就是后续环境会继续来做关心 让环境的生活环境能够更好 那我们做地方的观光推动 也能够来继续的延续 现任环境表示 地方建设争取需要 两个人来中央的支持 也希望花园政府团队 能够极力的争取 来剥划花园美好未来 记得中文华说不到